蘿蔔牛腩煲到底怎樣才能做到 蘿蔔清香鮮甜 牛腩脹香軟滑 吳老柴呢 今天我將廣州多家全程 六十年的傳統做法 奔養給大家 保證毫無保留 首先 整塊牛腩凍水漏鑊 加入去腥三件套 只滾三分鐘便撈出來 記住 撈出來之後 一定要用燜水清洗 這是令牛腩吳老柴 吳伯克的關鍵 接著將它切成大大小小塊 接著下來厲害了 這個燜牛腩的中多配方 是我師傅的師傅 我師傅偷對你 我師傅偷對我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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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師傅偷對我師傅偷對我師傅 我師傅偷對我師傅偷對我師傅 偷對我師傅偷對我師傅 厲害了 藍魚汁兩匙 柱喉醬一匙 花生醬半匙 辣椒醬一匙 蜂蜜半匙 蜂蜜半匙 蠔油一匙 生抽兩匙 胡椒粉少許 拌勻 接著拌勻 鹽就不用放了 那些醬汁已經夠了 除非你是老鹹蟲 想要的牛腩夠香 就一定要先爆料 之後就把牛腩拌進來 把調好的醬汁倒入去 再淋入廣西鎮韓的廣東禮酒 大火爆香味 爆香味 爆香味也不能夠 然後就加入滾水浸過牛腩 一定要加滾水 要不凍水的話 又會柴柴柴 然後用中細火炆五十分鐘 加熱之後 倒入白糖再炆十分鐘 最後撒入蒜苗 見到宵夜的沙漠裡面 就大功功成了 蘿蔔和牛腩 充分吸光 醬汁到濃香 又飲滑又飄彈 越醬越香 這麼完整的教程 值不值得你點個讚先